很多朋友可能猜不到是什么 即刻的话就是六月洗了 一集都没有修剪 非常的乱对吧 其实六月洗看起来的话 它这个机条 如果不剪它的话是很乱的 就像一个杂草一样对吧 说上的话 今天我们要给它剪一剪 修理一下 现在秋天这个机器的话 也是非常适合给它修剪 然后的话我们给它修剪一下 这个是六月洗 本来这里是一个飘漆出来了 做一个弧度 以后这些的话就长出来了 毛毛照照的 你看现在的话同样也是开花的 开花我也剪出来 开花朵是这样子的 看到吧 小小的一个花朵 这样子 反红系的 如果说你不修剪它的话 这种六月洗 就像一个杂草一样 看起来就不太美观了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 这个细合的时间给它剪剪一下 同样顶端的话我们也给它去掉一些 六月洗的这个机条可以拿去千叉 像这种机条的话都可以千叉 六月洗的生长能力还是可以的 生长能力还是很好 底下的一些侧芽侧肌都给它剪剪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 只是留了三个 这个的话我们同样也是做一个飘 这个做为顶 然后的话我们把它用铝线给它压过来 这样子 修剪过后再给它压 这个不用太多的机条 给它减少 点了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顶端的话我们同样也是一样 现在剪的就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的话就比较明确的 这个是做为一个飘的 一几就是飘 以后的话顶端这个的话就做为顶 这个还是做为一个飘 用铝线给它压下来 这个的话跟这个有点挨得有点近 我们给它搬下来 做为一个飘 飘出来 这样子 这个是有点提根的 你们看到吗 这个根是在露出来的 这种的话是有点提根性 同样我们给它剩一根铝线给它搬过去 六一喜它是一个喜欢阳光的 很多朋友的话就养了喜好 一直没看到开花 一直疯长一直 就是没有阳光 没有阳光的话就是很难看到它开花 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去养活 我们靠近这边 这边的话也是往这边来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塔形的 一个极限步步高升 可以看上去 像鸡塔上来 我们再做一个塔 这样子跟着上来 这个再压低 这个再用雨线来压低 只要这个的话就往这边走 就变成一个平线 一塔一塔上来 上面的鸡头还是感觉有点多 我们可以给它修点 不要让它一塔跟鸡塔之间碰到碰头 就这样子 同样上面这个鸡条的话 我们也给它捆绑一个铝线过去 让它这个鸡条往下压 其实造型是重复去做 才能够让它有更好的一个看点 然后的话上来一个铝线以后我们把这个鸡条往下压 压的话让它有距离 这个鸡条有距离 以后的话我们这个要往这边走 这个顶端往这边走 同样也给它上铝线 搬它 搬它归外 让它在一个平面的极限里面 如果不好搬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上多一根 感觉搬不动的话就上多一根 上多一根的话就比较硬 你想怎么搬它就行 现在的话就可以搬的动它了 就变成一条极限了 这样子看起来 一塔一塔的上来对吧 以后的话我们修剪的话就跟着这个轮廓去走 上面这个地级是太多了 我们还可以给它修剪少一点 搞得不不均匀 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钓鱼血 剪了以后它也同样很容易爆鱼 爆鱼子爆芽出来 所以说不用担心它 这样子翻成一个一条极限 可以看上像这样子的话分成高低 你看上有没有喜欢的 像这样的六月血的话 我有很多的含量铸造型 现在的话正在忙碌中 也是在铸造型中 看上如果说你们有更好的意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一起来聊一聊 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 做盆景的一些更好的 可以打出来一起来聊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这个形状就是这样子 步步高升一个塔形上来 一颗的话它是一个高体根的 可以看上去 这根是漏出来的 对吧 啊